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华尔街电视 这里是《沙伦一报》,我是节目主持人沙伦 今天我们来要来讲一讲我和我的家乡 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我和我的祖国 那部电影里是聚焦于值得被历史铭记的七个重大时刻 而我和我的家乡将视角放得很低 聚焦于乡土家庭普通人 用小故事表现大情绪 整部电影以空间为轴 纵横东西南北中浓浓的乡土气息 观看这部电影呢让人笑忠带泪 戏剧性愤足又能打动每一个人 延续了我和我的祖国集体创作的方式 电影《我和我的家乡》 由张艺谋担当总监制 宁浩担任总导演 张艺白担任总策划 宁浩 徐珍 陈思辰 燕飞 还有彭大摩 邓超 宇白梅七位导演分五个组 分别呢指导五个故事 第一个是北京好人 第二个是天上掉下个UFO 还有最后一刻 回乡之路 还有神笔马亮 五个故事呢真的都非常棒 故事喜剧色彩浓郁 情节感人不少观众呢流下了泪水 观众的情绪被五组导演 五组演员的亲情演绎 把小人物的故事呢展现得淋漓尽致 让观众在哭语笑中呢交叉跌宕 整个影片的五个故事呢都是各自独立 但是他们又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 每个故事呢都是小人物的故事 张北京 老范 乔树林 马亮 是无数个生活在你我身边的普通人 中国人对家乡有天然的亲切感 家乡是很多人内心中最柔软的地方之一 更是承载了血脉亲情人伦道德心灵港湾等重要意义的复合体 所以呢千百年来家与家乡一直是文艺创作的一个重要母题 我们总是把家乡形容成温暖的港湾 永远不变的子岸 无论我们漂泊多远 只要有家乡我们就能找到最初的印记 但是很多在外打拼的年轻人对于家乡有着很复杂的情感 他们热爱自己的家乡流念它 但是又纷纷远离 到大城市扎根可能很多年也没回过家 家乡呢就成了一枚小小的邮票成了永久的乡愁 这一个矛盾背后呢有着现实的根源 就是城市还有乡村之间不均衡的发展 在过去的城乡二元对立的格局下 大量的优势资源呢向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倾斜 所以很多乡村呢得到的太少 甚至呢还要源源不断的向城市输送资源 还有劳动力 一些农村地区呢甚至一度处于慢慢掉零的状态 人往高处走 年轻人为了实现更大的理想呢 只能背井离乡 其实在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是这个样子的 我和我的家乡里呢有一个故事 我先就是因为不想给大家太多剧透 如果大家还没有看过这个的话 我就讲一个 这个故事叫天上掉下了UFO 贵州千南阿福村距离中国天眼法子只有15公里 中秋之夜呢神秘的UFO金线 刹那间呢轰动了整个村庄 村里呢他们利用UFO事件打造外星人文化 把村里的旅游资源彻底的盘活了 电视台的记者呢 他们一番采访后才发现一切呢 只不过是一场乌龙 村长还有书记为了让乡亲们过得更好 千方百计的掩盖这个乌龙 方法呢虽然用错了 但对家乡情是真的意识切的 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出来 这部电影是一个什么样的电影 因为不是有五个故事吗 就是故事和故事之间的过渡呢 非常的自然 特别是每个故事的结尾让 当更多普通人在屏幕上的时候 仿佛就是身边的你我他 是我们每个人的故事 我呢是非常喜欢这种 把普通人放大的这种电影 比如说每次你看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哦这个跟我差不多 对吧 好今天就不多说了 如果您喜欢这种电影的话 真的是推荐您去看 然后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请记得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这里是沙伦一宝 我是沙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万事不求人 私人助理 私人顾问时代来临了 六度万事 万事相助 超强博士群 不断奉献专项服 信息 财经 健康 文娱 教育 旅游 消费 科技 美食 让您的生活品质 全线升级 六度世界 现在体验 请去3w.6度.world 现实免费期间 全体注册网友 免费使用付费版的高级功能如下 支持论坛搜索 免费画图 第一步 点击右上角最左边的机器人符号开始对话 像图片中红框中的那样 第二步 如图选择六度万事 我们未来将推出更多的AI供大家选择 然后 就可以与六博士悄悄畅谈了 还支持论坛内部信息搜索哦 您还可以让六博士做你的助手 帮你绘制漂亮图片 最后 可以点击添加 添加好友进来 一起与六博士工作 一起来3w.6度.world尝试吧